今天一边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 那就是过去很多确诊痊愈的人 之后他长期饱受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后遗症 呼吸急促 极度疲劳 那么这些比起当时染上新冠肺炎的那一种痛苦 有时候也不遑多让 但是自从疫苗开始注射之后 越来越多全球各地的案例显示 在确诊痊愈之后 带着长期症状过人生的人 打了两剂疫苗之后所有的后遗症 全部一扫而空 他们的身体回复到确诊之前的健康状况 那么也有症状显示 新冠病毒留下来的后遗症是攻击了脑部 34%的新冠幸存者感染6个月之内 罹患了神经性疾病 身心疾病 其中焦虑失调非常严重 另外少数重症患者痊愈之后 会引发中风或者长期失智 感染新冠肺炎康复后 不少人持续有后遗症 包括呼吸困难 疲劳 头脑昏沉 难以集中精神 但有人在打了新冠疫苗后 突然波云渐日 这些症状通通消失 去年春天确诊新冠肺炎的老师 一年下来饱受新冠后遗症之苦 但在打了两剂辉瑞疫苗后 觉得整个人又活了过来一样 这位游泳健将也有类似经验 原以为自己再也没办法游泳了 至今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 依然十分有限 专家表示 痊愈后的长期症状是真的 不是患者凭空想象 这两位的案例不是唯一 估计30%到40%的新冠长期症状患者 在接种疫苗后症状缓解 有可能是疫苗击退体内遗留的病毒 不过也有可能是人体免疫细胞 让患者不舒服 而疫苗有助减轻免疫反应 也或者疫苗根本没帮助 一切还有待随机试验来证明 但对部分长期症状患者来说 疫苗是扭转他们生活的关键 最新研究也发现 新冠肺炎可能会影响脑部 三分之一幸存者在感染六个月内 被诊断出罹患心理或神经系统方面疾病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焦虑 占17% 情绪失调14% 还有一部分会失眠 这份迄今最大规模的研究 从23万名患者的电子健康记录 也发现中风和失智则较为罕见 但在新冠重症患者身上比较常见 曾入加护病房的患者 百分之七中风 近百分之二罹患失职症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 截至八号为止 约一亿一千两百万美国人 至少打了一剂新冠疫苗 六千六百二十万人 相当约两成人口完成接种 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近百分之七十七 至少有一剂的保护力 但现在新增确诊和新冠住院 开始以年轻人为主 包括年纪较小的血统在内 为了加快疫苗施打进度 纽约市推出疫苗接种行动巴士 主要针对工时长 甚至是无证移民的餐饮业人员 为他们施打只要一剂的交生疫苗 现在英国变种病毒B117 已经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病毒株 在加州 科罗拉多 佛州 麻州 密西根和明尼苏达尤其普遍 美国疾管中心也更新最新清洁指引 只接触污染表面感染 新冠病毒的风险 其实非常小 小于万分之一 病毒主要还是经空气传染 TV新闻综合报道